同学们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运用小三节,让我们的手指看起来更加的柔软。 首先我们先把手伸出来,找到我们小三节的位置。 第一,手腕。 第二,手指根,就是这几个凸出来的地方,手指根。 第三,手指尖。 一,二,三,就是我们的小三节。 好,我们接下来找一下小三节的感觉。 第一,我们先将手腕上提。 上提手腕的过程当中,将我们的手掌整个向下。 第二,来到我们的手指根。 从手腕延伸到手指根,上提。 上提手指根的同时,将我们的指尖回包,形成一个空拳的状态。 第三,延伸手指尖,也就是我们小三节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 很多同学做不对这一步,就会显得手很平淡,就像这样。 好的,那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? 这是一个我们小三节的交汇点。 在我们延伸手指尖的同时,要将我们的手腕向下压, 给手指尖一种飘出去的感觉。 再来一次,压手腕,手指尖飘出去。 小三节的交汇点做完之后,压完手腕,延伸, 压我们的指根,压完指根延伸,压指尖。 接下来我们跟着节奏,试一次吧。 一、二、三。 注意第三拍的时候,就是我们小三节的交汇点, 形成空拳,压手腕。 一、二、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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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学。 大量的交汇点her mare软处茶边有这么多 reject。 第一拍后,仍 这对五花刀的交汇点 or点击你的方文 dede方向前推出正 zipper备点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